《武民署長》 彭部長 嚴總長 陳副民署長 黃司令 建制部蕭指揮官 陳艦隊長 劉艦長 各位迪化艦的官士兵弟兄姐妹 大家好 請稍息 今天迪化艦就要出發 執行南海的巡航任務 這次的任務 我們提前展開 意義格外不一樣 因為就在昨天 南海情勢有了新的變化 南海仲裁的判斷 特別是對太平島的認定 已經嚴重損擊我國對南海諸島以及相關海域的權利 這艘船代表中華民國 各位身上的制服就代表國民的託付 這次巡航的任務就是要展現台灣人民捍衛國家利益的決心 我們向來主張南海問題的解決 應該要透過協商在和平的基礎上來解決爭端 我們也願意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 跟相關的國家共同促進南海區域的和平及穩定 我也知道最近海軍發生了一些事情 大家的士氣也不免受到影響 我來到這裡就是要給大家加油打氣 我是三軍統帥 我對國軍有責任 國軍被稱讚 我會覺得很驕傲 各位如果遭受到屈辱 我一定會比任何人都還覺得難過 所以我會跟大家一起努力 要重建我們國軍的尊嚴 不過我也要強調 國軍的尊嚴 是從二兵到總統 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尊嚴不會平共而來 從天而降 尊嚴是靠大家的苦幹實幹 落實紀律 發揮專業 一點一滴累積起來 前幾天 我到台東視察災情的時候 看到國軍在運輔 人力調度 跟資源分配上面的效率 與紀律 那一刻 全國人民都看到了我們國軍的專業 我們用專業的表現 得到台灣社會的肯定 也贏回了人民的尊敬 現在 更大的任務和使命交付在各位的肩膀上 大家務必展現平時訓練的成果 航向南海 捍衛國家的權益 請各位克盡職守 全力以赴 使命必達 謝謝 謝謝